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375回 几个人正在说话之间 云河不断上涨的冰镜从河堤上漫了出来 大人我们回去吧 康德鼓起勇气劝道 他的声音里边是充满了惊恐 属下在云海讨生活十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 忽然那几名刚才成功逃掉的修者 滴滴撞撞的跑回来 神色是仓皇无比啊 云昭王救命啊 康德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的目光刹那之间 变得是呆滞无比了 一个巨大的舌头 周然之间从云雾中冲了出来 一口把那个修者给吞掉了 舌头庞大无比 有如一座百丈高的山峰 修者在他的面前就像蚂蚁一般渺小 他由云雾晃化而成 双瞳灰白空洞 光是这个庞大无比的舌头 便不由让人失神啊 这一下子 连左墨等人也没有办法保持淡定了 脸色是骤然一变 光是舌头便如此的恐怖 那舌身会多么的庞大呢 而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 这个庞大声区所散发出来的威压 几乎呢让他们感到窒息 几乎就在一瞬之间 左墨就知道双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他毫不犹豫的抓起了阿鬼 便朝云河狂奔而去 走 尾胜宗如和左墨的配合 十分的默契 生死攸关之间呢 只见尾胜抓起多四成一团的康德 宗如同时启动 如离弦之剑朝云河扑去 平日里看起来不着调的傻鸟啊 此时反应倒是最快的 以异乎寻常的速度 飞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和身后这个庞然大物比起来 河里的那些冰西兽 简直可爱的就像个小宠物啊 蓝光如雨点一般的从河中飞了出来 朝左墨等人急舍而来 到了这个时候 众人没有半点保留啊 就连左墨也如同发了疯一般 层出不穷的妖术就像流水一般的从他指尖倾泻而下 他敢保证 这绝对是他施展妖术的最巅峰的状态 不敢有任何的保留 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本能占据着他的身体 身后的云海 仿佛都震动了起来 恐怖的力量如同飓风一般狂扫而至 冰西兽的蓝光在这样的力量面前脆弱的就像风中残烛物纷纷泯灭啊 奇谷荒技术 到了这个关头 琢磨看也不看 便把自己所会的最强大的妖术 朝后面扔去 荒兽再现 两个如同灯笼一般大小的血桶 闪动着妖异的光芒 荒兽一出便一巴掌拍碎了如同海啸一般涌来的力量 荒兽的身躯和云昭莽比起来 还是要小声许多 但是呢 荒兽紧紧盯着对方 血桶之内罕见的流露出了疯狂的战役 日昭莽也察觉到了这荒兽的强大 他盯着荒兽空洞的灰桶之内电光在汇集 荒兽身形一幅随即猛的一灯 骇人之间的朝日昭莽扑去了 几股荒兽术抽空了左墨体内所有的力量 若不是三粒能相互的转换 左墨呢 绝对不可能再施展了那么什么妖兽的情况下 还能施展这几股荒兽术 他身形猛的朝下一坠 眼看着就要掉进云河里边了 猛的脖子后面一紧呢 其实傻鸟在关键的时候抓住了他 接后余生的左墨想给傻鸟一个感激的目光 却愕然的发现傻鸟翻起了白眼 顿时一口气憋住了 左墨的绿只手紧紧的抓住了阿鬼 此时阿鬼的脸上没有半点变化 似乎呢 丝毫不知道身处险境 左墨不又生出了莫名的感慨啊 像阿鬼这样 有些时候他也不是坏事 反倒是阿鬼怀里边的小火小塔 故事的发出了惊恐莫名的尖叫 抓着两人的傻鸟 速度居然说比着伟胜和宗儒还剩一筹 稳稳的飞在最前方 紧接着的一幕让左墨时目瞪口呆啊 傻鸟抓着两个人身形灵活无比 再如同鱼甲一般的蓝光穿梭自如 竟然说没有一道蓝光能够击中他们 伟胜和宗儒虽然说也在闪躲 但是依然那不时出手 挡住难以闪躲的蓝光 真鸟不露像啊 左墨感慨之余脑子转得飞快 这次的实力看起来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啊 这么好的苦力 平时自己怎么给忘了呢 浪费啊真是浪费 似乎察觉到左墨啊正在动什么坏脑筋 傻鸟身形猛了一沉 正想着怎么榨干傻鸟的左墨啊 忽然觉得眼睛一花 云和宗人出现在他面前不到半丈远 他甚至于人的冰镜下埋伏的冰西兽 都能看清楚呢 傻鸟这个显示挑衅的动作 立即激怒了云和中的冰西兽 无数蓝光披头盖脸的砸了过来 目标赫然就是左墨 左墨魂飞魄散啊 眼睁睁的看着无数的蓝光占据了他的整个视线 忽然呢脖子又是一紧 所有的蓝光瞬间消失了 就在那一瞬啊 左墨感觉自己的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 一肚子坏水的左墨呀 立即反应过来破口大骂 你这个蠢鸟胖鸟肥鸟 哥一定要把你烤了 看着在风中凌乱的左墨 尾声踪如其其流露出了怜悯同情的神色 他们小心的和发飙中的傻鸟保持着距离 和狂暴的傻鸟比起来 什么兵西兽连宠物也算不上啊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震天的巨响 受到震动波及 云河如同沸腾的一般呢 无数的冰晶跳动 轰的一声闷响 琢磨他们骇然发现 脚下偌大的云河呀 将同时呢被几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撕扯 瞬间四分五裂崩溃开来 他们不由停下了脚步回头望去 云沼莽的头颅 只剩下了半截了 里面空荡荡的云气翻腾 剧烈的痛楚让他疯狂的扭动身体 方圆树舍里的云气被搅动 呼啸如刀割呀 荒兽呢 左末瞪大了眼睛 听命的四下寻觅荒兽的踪迹 却始终都没有找到 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悲伤莫名 浮上了心头啊 虽然他知道荒兽 只不过几股荒技术召唤出来的妖兽 并不会真正的死亡 可依然呢 让他感到了一丝难过 在他的心中 那荒兽是不可能战胜的 数次关键保命的时候 都是荒兽救起了他 在他的心里边 荒兽就是像他的伙伴一样 左末死死的盯着 不断扭动身体的云招蟒 这一刻 他只恨自己不够强大 傻鸟也察觉到了危险 速度陡增啊 云招蟒迅速的 在左末的视野当中消失了 淡然从容的定真毛子里 罕见的闪过里斯悸动 他仰头看了一眼 云招蟒巨大的身躯 久久不能收回目光啊 八天的妖兽 令人敬畏 定真的心中呢 浮起了一抹悔 不该带明镜他们一起来 他没有想到云海里面 竟然如此危险 云招蟒这种高达八品的云兽都有 八品妖兽 连他都要退避三射 明镜他们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无论在哪里 八品妖兽都是食物链的顶级存在 原因其修者也不敢摸老虎须子呀 这才这是侥幸 若不是刚才他们渡河慢了一点 那么现在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不过 他的目光 盯着刚刚渡过河的几个人 眼中呢 闪过了一丝杀机 他清晰无比的记得 那只怪兽被召唤出来的一瞬间 他心中闪过的悸动 没有人知道 他心中在那一刻的震惊啊 他并不认识荒兽 但是 荒兽身上所独有的苍凉远古的气息 在出现的那一刹那 就引起了定真的注意 随后 荒兽拼死一击 重创了云招马 更是令他再次重估了荒兽的实力 云招马 那可是八体妖兽 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灵兽的修者 来历绝对不会简单 定真的根本没有往妖术方面去向 他们渡过云河已经有段距离了 诸围云雾弥漫 他们的视野受到阻碍 而且他们所在的注意力啊 都被云招马吸引了 八品妖兽 就连定真 见过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 直到荒兽出现 这才引起了定真的注意 定真在考虑啊 要不要出手 他对左墨一行的态度 发生了截然的变化 左墨一行 深入云海的目的 他并不清楚 但是 他直接感受到威胁 而且他在怀疑 左墨一行人 深入云海 是不是也是冲着那个东西而来啊 他绝对不允许 这次任务出现任何意外 不过 当他触及到 左墨一行的目光的时候 他便按捺住了心中的杀意 因为他们的目光中 毫不掩饰 深深的戒备 对方 有准备啊 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手 定真心中顿时明了 他脸上微笑如故 朝左墨一行啊 点头置意 便带着三名弟子转身离去 消失在了云海之中 有惊无险的 度过了云海 隔着河啊 云绕莽的咆哮 依然是清晰可闻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云绕莽似乎对云河十分的忌惮 并不过河 片刻之后 云绕莽的咆哮之声啊 渐渐的远去了 四分五裂的云河 夹着冰镜四下留意啊 赏鸟呢 松开了爪子 左墨贪坐在地 全身几尽虚脱了 伟胜脸上都流露出了心有余悸之色 康德满脸呆滞 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情况当中回过神来 他刚才对我们产生了杀意 宗如忽然开口说道 伟胜和左墨一愣 两人对视了一眼 流露出了凝重之色 他们可都知道啊 宗如的感觉之敏锐 是何等的匪夷所思 全公司的秃驴 果然没有好秃驴 左墨愤怒的骂道 伟胜听完之后是哑然失笑啊 活着 我 我还活着 我这不是在自乎梦吧 康德语气颤抖与无伦次 坐墨和傻鸟同时翻了个白眼 动作整齐画一 由此可见呢 一人一鸟的德项其实差不多 伟胜呢 拍着拍康德的肩膀安慰道 好了 不是在做梦 康德壮入疯癫呢 众人知道 他还没有从刚才的危险当中挣脱出来 都比较理解 左墨往嘴里塞了一把灵丹 盘膝入定 伟胜和宗如两个人守在一旁 以防出现什么意外 灵丹一入喉 便化作了一股热流 迅速的散入全身了 也只有左墨敢这样服用灵丹 他的经脉大异于常人呢 体内灵力流转的路径 也和普通的修者呢 是截然不同 虽然不担心 大量的灵力冲击 他按照经验上面的方法 推动神力的运转 神力运转 远比三力之中 任何一力的运转都要复杂 但是效果呢 也远比任何一种 法觉魔功和妖术 都要显著的多 只不过半个时辰 左墨便重新的睁开了眼睛 他恢复如初呢 为胜和宗如松了一口气 换作旁人 一定会对左墨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恢复 感到惊讶无比 但是两个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在他们看来呀 在左墨身上 就没有几件正常的事情 康德这个时候 也逐渐的恢复了平静 虽然说他的脸色呢 还是有些发白 刚才那个大东西是什么呀 左墨问康德 是云昭吗 康德的眼中浮现出了恐惧之色 激励的呢 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 是云海里面最厉害的云手啊 最早之前就有人传说 但是从来没有人亲眼见到过 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没想到这是真的 云昭莽 左墨眼中呢 闪过了思索之色 但他的记忆中 却没有半点印象 几品啊 这个我不知道 应该是八品吧 伟胜忽然说道 难怪这么厉害啊 左墨一乐 这才有些吃惊的说 难怪连荒兽都打不过 这句话刚说完 他脑海中就想起了 扑腰的一声冷哼 哼 放屁 琢磨的表情僵在了那儿 几股荒地树传给你 真是糟蹋东西 堂堂荒兽 居然被一个八品的小爬蛇 给干掉了 老师啊老师 您千万别气得 要从棺子里爬出来啊 丢人丢到云海界 我居然说了这么一个废物 做学生 我真该自查双目 使门不幸 妖界之耻 扑腰的冷嘲热讽 披头盖脸的 砸了过来 极尽所能 魏忽然笑眯眯的插了一句 这个嘛 也不能全怪小莫吧 俗话说得好 没有蠢学生 只有差老师 死地杀气 再使海泥漫 不妖杀意不意地说道 小妹子 看来 你是想找死啊 不好意思 我知道 实话 总是有点伤人啊 魏的脸上呢堆满了 无辜歉意 但是怎么看 怎么都像啊 小人得志的模样 拼拼拼拼 两个人啊 直接打了起来 昨末呢 是满脸黑线啊 真是两个极品啊 他转向了康德 水云胎 离这儿还有多远呢 康德想了想说 大人 没有多远了 再往前走两天 大概就能到 不过 不过什么呀 大人 现在 现在那里有没有水云胎 属下呢 也不敢保证 这云海 肯定是出了什么大变故 行了 这个不怪你 左末摆了摆手 随即起身说道 走 我们马上去找水云胎 左末打定了主意 一旦找到水云胎 他就用传送扶阵 带着大伙人离开 这个危险的地方 康德 镇静了下来 他也知道 哪怕他现在 悄悄的逃跑 那也是逃不出云海的呀 跟着大人他们呢 反而安全 有保障 一行人 立即起身 是继续朝前赶路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谢谢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三